現在介紹這道菜為腐乳煎豬排 首先包裝打開裡面的材料有鯉雞肉排 鯉雞肉排為醃好的鯉雞肉 自備的材料有沙拉油大匙 首先 我們豬肉片雙面先沾滿麵粉 鍋中加2大匙沙拉油 等油熱的時候 把肉片放入鍋中煎熟 變成白色的時候即可翻面 雙面煎至金黃即完成 腐乳煎雞排 我們腐乳煎豬排完成 外選單 要把蠢蠢 要把蠢蠢